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先说一个事情 就是这一期节目可能里面的故事的表达不是很完整 然后有很多视频的素材给缺失了 那是因为我们在马其顿的时候碰到了小偷 然后小偷把我们的东西都给偷走了 我们现在只剩下两本护照和一台汽车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以下的内容 我们已经是尽可能的再给大家把我们的创业旅行故事去分享了 但是没有办法当时还没有保存这个事情遭遇就发生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大家可以继续往下看了 早安了朋友们 我们现在到了阿塞拜疆的阿斯塔拉这个地区了 就刚入境的这个地方 然后今天是我们在这儿的第一天 也是最后一天 因为我们要从这儿只是一个穿越 穿越到哥鲁基亚 然后到迪比利斯 所以也就300多公里 然后在仅限的时间里 我们看看阿塞拜疆的一个超市 看看它这里的物价怎么样 一会儿见 这个地方是挺便宜的 我摸钱 这挺便宜的 我摸钱 你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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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什么 你什么 那我再去 那我再去 地方的物价还是挺便宜的 至少没有想法中这么贵 中国 中国便宜 对 走吧 接着出发 接着出发 中国人 还要给那些弹势商爸爸们盘东西的 走 我说拜拜 因为现在已经到迪比利斯了 对不对 对 现在找地方吃饭 周五晚上都没吃 只吃了早上的六个特别奇怪的鸡蛋 好恶心 我们现在找吃饭的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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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一圈 Yep Ele LZ KOANIT GASK DZ KOANIT GASK KOANI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来卖8块对我说7块 然后说我们是中国的那就6块吧 结果我们没领钱 结果就4块钱领钱 结果4块钱人家给我们了 非常好的大意义 Hager Chi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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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ina